今晚的宵夜大放鬆 為何這麼說? 愈買愈興奮 今天去了看房屋 看了一個示範單位 原來不是比想像中那麼小 挺漂亮 原來前一個站是Robinson和Big C 剛才下大雨 Robinson 旁邊有一個夜市 夜市裏面有很多食材 還有很多食材買 我們買了很多食材 逐漸介紹 這個豬頸肉 60 匹 這個絲坎貴少少 100 匹 它會馬上翻熱給我們 當然不會煮得太熟 我們回來再釘一釘 這個蝦粉絲 都是在夜市買的 這個多錢? 59 匹 這個芒果糯米飯 划算了 20 匹 豬手這個貴少少 我買了兩隻豬腳仔 每隻60 匹 120 匹 這個魷魚有魷魚片 有魷魚厚一點的位置 整盒都是100 匹 這個青口50 匹 還有半隻雞 這個在我們酒店樓下 我其實住到第九天 現在才見到有這隻雞賣 這麼多天都見不到 今天決定買半隻 半隻都是100 匹 記住是100 匹 說20 多元 不知道好不好吃? 吃了才知道 買了一瓶汽水 已經冷藏了 今天就拿來喝吧 一會兒會逐樣東西 慢慢介紹給大家看 今天就是吃這麼多東西 還有很多醬汁 真的不知道哪樣打哪樣 一會兒試試哪樣好吃 首先說說這兩隻豬手 我們吃了一隻 它炆得很軟、很入味 骨頭全都很容易脫掉 首先你看看 這隻已經開始有鯉骨 不需要抖它 便已經脫掉了 我們要整隻 亦不需要切 就這樣拿出來 它便整隻給我 因為如果切斬碎濕濕 便不好看 而且這樣吃會滋味很多 叫做淡淡肉 它也會有些配菜給我們 有些酸菜、通菜等等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這個60匹一隻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我打算把兩隻豬手給我 誰知它不是 還把醬汁給我 它問我們要不要醬汁 我說當然要 把醬汁給我 我回來就轉了微波爐盤 然後叮熱來吃 哇,這個很好吃 這個在夜市買60匹一隻 真的很划算 我感覺上 這個我不知道是甚麼夜市的名字 其實已經遠離了曼谷 就是我在E22那層樓附近 在Webinson 旁邊 我亦有拍到那段影片 我看看可否剪輯那一個Session 給大家看看吧 這個豬手真的很好吃 60匹一隻 說的是10多元 有這麼大的豬手給你 我不能煩 為甚麼呢 因為今晚想吃多些其他款式宵夜 所以這個 認真不錯 如果大家來 不妨去那個夜市逛逛逛 我感覺上 比拉差達夜市 這個夜市會比較多的食物 拉差達我反而覺得 沒有甚麼氣氛和食物會比較少 現在就是 這盒是白灼絲坑 價錢100匹 其實它只有一個價錢 就是100匹 沒有選擇多與少 居然有白灼 很多時候夜市都是幫你燒絲坑的 就沒有白灼 反而海鮮檔或者宵夜檔 才有白灼絲坑 但是你問我 這裡的絲坑好吃一點 還是要華力路好吃一點 我就覺得唐人街好吃很多 因為吃到那種味更加鮮 這裡的味不是沒有鮮味 但是也有少少泥味 另外附送了海鮮青色 我最喜歡酸酸辣辣的醬汁 其實也很好吃 但是因為我們酒店樓下 有一檔 吃宵夜可以點這個白灼絲坑 我們光顧過 就是第二晚我們去買東西吃的時候 剛好看到它有白灼絲坑 我們點了那裡的絲坑 簡直一流 它幫你剝脈不得之 還要鮮嫩無比 卓圓都不會覺得很硬 是很多絲坑裡面新鮮的醬汁 有些人不受得 就覺得它紅紅的 好像血一樣 因為絲坑另外有個名字 叫做血坑 但是這裡的絲坑分量夠多 雖然效果不太好 但是100匹也不算太貴 接著說說這個也是灼青口 一包裡面我猜有20隻以上 它有分幾個價錢 一個是30匹 一個是50匹 以及一個是100匹 我們買了一盒50匹 它的價錢當然多些 這個青口很好吃 為何這麼說呢 它出現時剛剛好 雖然它沒有再翻熱 我們也沒有翻熱 但是回來後 這個味道很鮮甜 我覺得做得不錯 而且真的挺好吃 這個也是在夜市買 跟絲坑同一當 絲坑我感覺上 剛才老婆說完 比較一般 但是這個青口又很出色 所以有時候的食物都要看 買些甚麼 始終海鮮的食物 有些海鮮價 又或者都是海鮮食品 好不好吃 都要看它做得好不好 這盒是燒魷魚 我們叫了8吋 有6吋是10匹 有2吋 見到有很多軟骨位 大塊一點的 就20匹1吋 回到來 我們鹽它比較冷 所以就放到盒裡 再丁一丁 其實這個燒魷魚 我們是最後來臨走賣的 誰知當時不斷行雷閃電 接著就下大雨 所以10匹6吋 其實是比較早放到盒裡燒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焦香味 是比較濃郁些 還有燒完之後 魷魚是輕輕結實些 好吃些 反而20匹1吋 是最後才放到盒裡燒 但是當時開始下大雨 它就心急做給我們 想著我們會走去搭天鐵 所以它就燒得沒那麼久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 它就沒那麼焦香味 還有那個魷魚肉 比較軟軟一點 就沒那麼有照頭 整體上 其實我就覺得10匹那些 今晚比20匹好吃 另外它也給了一包酸辣汁 甜甜酸酸 其實不算太辣 但是我太多酸辣汁了 所以我就做回自己的盒 喜歡吃比較濃味辣 味多一點 酸味也重一點 口味的酸辣汁 就用來點魷魚 所以就不用開給我們的包 還有這幾天很難才找到10匹的燒魷魚 我覺得燒魷魚檔口 買少見少 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去夜市才有 但是夜市也是加了的 暫時都沒見到10匹1吋的燒魷魚 看看這隻雞 剛才我看過以為是一隻白癡雞 是推車仔檔的 我也有拍到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我放在右上角的位置 那個車仔 一隻雞就200匹 半隻雞就100匹 我建議又不是貴 半隻都是100匹 買來試試 反正今天我們也不是太多食物 誰知回來一試 嘩 真是不敢想像 原來這些有點像內地的走地雞 很好吃 皮下面的脂肪不太多 但是它的肉夠紮實 夠雞味 而且不會很粗 你看看 雖然是雞腿位 裡面的骨頭也不是很紅 也會弄得超過一點 但是起碼全部淡淡肉 不會死柴死柴 也很有雞味 其實咬下去紮實 告訴你滑 你也不相信 但是起碼不會很粗 這半隻雞也只是100匹 我覺得已經很划算 我們先頭想買一隻 想第二天吃 又不知道好不好吃 那就先試試吧 現在糟了 總之買一隻 不好吃 只是浪費了半隻 現在想吃也不能吃 唯有看看明天 又不能買 因為我們第九天 我才看到這隻 推車仔檔有這隻雞賣 不要緊 看看明天還有沒有 有機會我可能會買一隻吃 另外它有碟醬 這碟醬也是很大包 這隻雞很好吃 但是 因為它一包包 我們又沒甚麼盒 所以剛才吃完 那碟醬就拿來裝這個醬 這個雞汁 也有一點辣辣的 但是配上這隻雞 又認真不錯 其實挺好吃的 其實那碟醬裡面 是不是有些醬 那醬是另一種東西 那是用來吃豬頸肉 我們還未介紹 不過就啞了那個位置 現在這隻雞的醬 就移絲到膠盤 這隻雞真的值得一試 我都會拍攝一個檔口給大家看 有機會下次有人來這邊住 或者見到這檔都可以買來試試 這個是炭燒豬頸肉 我問他多少錢 他說最少要用60匹 所以我就點了60匹 大細不一總共有13塊 我和老公每人試了一塊 口感真的不錯 油脂香味和皮燒得很焦香 咬下去豬頸肉是爽的 油脂香味已經滲進肉裡 炭燒的味道也很突出 加上配上這個醬給我們點 除了有辣味之外 它還有甜甜的 好像在吃海鮮醬的效果 又甜又辣又香 還要有炭燒的效果和味道 你吃完覺得好吃嗎 這個挺好吃 因為用炭燒的香味是特別的 等於一串魷魚 剛才是炭燒 我很相信味道更加好吃 因為炭是有一種很獨特的味道 令燒出來的東西更加香口更加好吃 而剛才的魷魚只是用火的發熱線來燒 我感覺上是有點失真的 所以這個如果用炭燒 就算肉差一點也是好吃的 還有剛才在現場已經拍了小短片給你看 為何我要去到那間都站定定 一定要叫來吃 看完小短片你就知道原因 真的很吸引 最後一個甜品 還有一個粉絲蝦未介紹 我先介紹了甜品 為何這麼說呢 這個甜品放在這裡忍了我很久 我真的忍不住要開盒試一試它 這個甜品靠了甚麼芒 即芒果糯米飯 其實很多人來到都說一定要吃 而這裏在夜市買的芒果糯米飯 是20匹 是20匹 你沒聽錯 這盒只是20匹 我其實也有拍照片拍照 因為我逛夜市時 我設定了一個攝影機 不停拍攝食物 周圍走 我都給大家看看 除非我拍不到那個位置 這個芒果糯米飯 飯就比較一般 為甚麼呢 我相信它因為放太久 也會有少許開始硬 沒有那種暖惡度 因為我們在酒店樓下買的那一款 是60匹一盒 當然芒果糯米飯也會大些 飯的軟落度也會好吃些 但一分前一分貨 60匹和20匹要求也不要太多了 最緊要我怕甚麼呢 其實一試完飯便說 糟糕 不是那麼好吃 會否芒果是酸的呢 我最怕這件事 幸好芒果是甜的 雖然你說不是很大塊 但我覺得20匹有一塊這麼甜的芒果 我再加上一些不是完全硬的糯米飯 我都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還有它有少許椰漿 加進去 還有一些綠豆蓉 這些粒的脆脆綠豆 雖然不多的數量 但我覺得也算是很划算 20匹 就算你說不吃過飯也好 只有芒果我都覺得是值得的 也算是化算的 這盒是粉絲河蝦 大家猜猜多少錢 其實早就已經猜猜了 是59匹 這麼久以來我在泰國餐館吃粉絲蝦煲 或者在街邊也試過在海鮮檔吃粉絲蝦煲 一定不會便宜到有這個價錢 大多數都要250匹或者以上 今年我覺得再貴一點 多數我看到價錢是300匹或者以上 居然這裏的粉絲一點都不惹笑 它給這盒滿滿的 它是放到平一平口 還要搭了兩隻蝦 之後再加一堆芫荽 才塞平去蓋蓋 剛才應該老公也看到的 是呀 這個塞滿了 我都一個突 它是不是以為我們是糖食 不用蓋蓋 它不是 塞滿了再塞這兩隻蝦 才能蓋蓋蓋 所以這個盒子是整個拱起的 還有我看到網紅 有時會拍他想吃大河蝦 結果大概是給了300匹 買回來的蝦都是煤的 軟的 這裏居然是給了兩隻河蝦 雖然都不是很大隻 大概有2個5元那麼大 但是我撕了之後 很滿意的效果 起碼我吃了蝦頭 是有膏的 另外這一段 就留回蝦身給你看 你看看 多硬實 還要有膏的 開頭那段 隔壁那隻 效果一模一樣的 其實都是很挺身 很結實 而粉絲的味道 我這次就覺得它有落黑胡椒 但是味道不是很濃 但是粉絲效果做得很好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起碼它不是黏在一起 一坨 它是條條夾得鬆散的 即是它控制下油的成分是很好 而且下水的成分也是很好 浸粉絲的程度也調較得很好 所以才有這個效果 煮完出來之後 它在我們面前搗下盒子的時候 是滾熱辣的 是有蒸氣的 而且份量是很多 不是說盒子的份量很多 它那鍋的粉絲的份量是很多很多的 我想那裏不下子有幾十盒都可以 最後它都很細心 放回一堆芫荽給我 再蓋蓋的時候拿回來吃 其實就算不丁 也有微暖的 因為我們是馬上搭完天鐵回來 沒多久就吃了 但是如果你想再熱一點 幸好我們有微波爐 再丁 丁完之後的效果 熱吃就更好吃 但是你說其他那些 豬油或者配料成份的味道 有沒有呢 它是有的 但不是很濃味 整體上我都很滿意 這盒粉絲的份量和效果 好 說說最後總食評 今餐所有食物是609匹 記住是609匹 剛才台面介紹這麼多食物 都只是百多元 其實真的很划算 我們現在仍然在吃 不煮美人椒鏡 其實仍然在苦戰 還要剪片 如果有時間 現在看看是否煮美人椒鏡 給大家看看 我也要先去剪片 因為也要時間 今天的食物來說 我感覺上不算太差 也算可以 芒果糯米飯的糯米比較差 還有絲坑有少許泥味 就不太好吃 其餘食我覺得真的可以接受 最棒的今天應該是豬手 我最喜歡吃豬手 豬手很好吃 看看老婆是否和我同感 其實最開心 不僅止吃到這個宵夜 是找到一個很好逛的夜市 平時一般夜市 多數去旅遊的人士 都是要乘搭交通工具 乘搭完之後 下車 也要走一會才到 想不到這個夜市 一出閘就是了 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可以這樣說的 在E21駕駛 一出閘就已經是 旁邊是一個大型商場 雖然這裡比較偏遠 坐車真的很遠 不怕跟你說 也要坐8至9個小時才可以去 但是其實去到這裡 已經有很多食物 有超市 有超市 有超級市場 有一個叫做 Robinson 大型購物店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差 剛才老公說 8至9個小時是由屎岩開始計算 如果你真的住近Pom Pum 或者Eckermai 那些就會近一點 所以今晚找到這個夜市 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 還有它走的食物檔口 是淋朗滿目的 很多花款 我們還未走完 不過都趕著回來剪片 走得很開心 其實完善鐵路 可能還會讓我們發掘更多好東西 遲些再介紹給你們 今晚這一頓很滿足 我今晚說的就是這麼多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下次有時間 不用一定乘的士去夜市 這個地點的夜市 真的很方便 拜拜 今天看來不見 繼續看 我回去看 吃吧 北京 吃吧 兄 吃床